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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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栏目 暗示还有很多股票都在高位慢慢跌下来,并且跌穿了200天线 亦看回中线的情况,在50天线中线的市宽,亦是慢慢向下调整 暗示很多股票已经跌穿了50天线 所以美股之后的走势,橫行的机会或向下跌的机会是比较高 但今次来说,A股就有少少不同 A股这一两天的升跌比例是接近1.9 并且今天创业板,这几天都是属于重厂,跌得很急 我们估计应该有机会在一个星期之内,有机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出现 也看回香港的情况 香港的情况就是国企 国企的成交量在昨天和今天是占总成交接近21% 近期平均数是16%,暗示什么呢? 大户在低位,我们看到的比较活跃 比较活跃的话,向下跌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还有另一个数据比较特别 就是VHSI的index,叫做引伸波幅的指数 这个指数来说,近期这几天是没有什么大升的 多数都在19%或20%之间徘徊 今天只不过都是升了一点点 暗示现在这样急地向下跌这两天 而这个指数又没有升的话 大户认为之后再下跌的空间应该是有限的 我们估计这一两星期应该可能找到低位 整固了之后再升的机会是比较高 而有两只股票大家可以考虑的 第一只就是来银3988 今日的PE是6.5倍,息率是4.7厘 不过刚刚前就除了息 所以大家未必收到息 另一只就是内房股688 PE8.3倍,息率是1.95厘 大家都需要买价之后 有10-15%的水位做止舌是比较适合的 下跌的水位做止舌是10个的水位 1-2-4月3日 2-4月3日 4月3日 4日 7日 7日 5日